這是三養鯨 這咋賣呢 是吧 來給他殺一隻大的吧 咱這能夠把這毛拔了是嗎 行行行給他弄一隻 這一隻就燉一大鍋的 對嗎這家伙 行行行就這一隻了 大家好 今天在市場上見有賣這土鯨的 今天黑哥買了一隻 小漾也放假了在家裡上網課 今天給他做一個鐵鍋燉鯨 這個鯨是特別的大 這殺完以後還有六斤 這個雞皮上還處理的不太乾淨 我回來再把它再處理一下 吃的放心 他有的這些毛吃的毛囊裡嗎 沒把乾淨 不過焯鴨血也就好很多 就吐出來了 我來把它再往出揪揪吧 這個雞皮它就是黃顏色的 這就是那種土鯨的象徵 咱們一般在市場上買的 那殺好的三黃鯨都是發白 我把它毛囊裡嗎 這些臟東西往出揪揪 看這雞爪子有多大 比那天吃的雞爪要大兩倍到三倍 雞已經處理的差不多了 現在把它剁一下 先把兩個爪子剁下來 哦 太費勁了啊 我先把這個雞肢解一下 都不知道從哪下手了 先把兩個雞翅端 看這雞翅有多大 還好黑個勁兒的 這小子估計都剁不下來 這個雞脖子上的毛好多不好處理 我把它去掉了 就不要了 淋巴也特別多 全把它濾掉 雞頭上吧還有很多毛不好處理 今天就不吃大了 把它全部扔掉 看著挺可惜臉的 這個丸子就餵了狗了 先把它們直剪下來 雞已經全部剁刀好了 我把它裝到這個大盆裡 看這一個筋什麼滿滿的一盆 今天可是又有口福了 剁雞塊剁的黑殼都喘開了 現在我把剁好的雞塊清洗一下 我把這雞肝 雞心 雞針子 還有這雞腰子 全料理面 這裡面還有血水 把多餘的血水再泡一泡 你說這雞它能不好吃嗎 這爪子要得清明 跟我小母指頭差不多 洗淨的雞塊 把它先放入涼水鍋中 我把它焯一下水 而且這麼焯一下水 把這個雞肉裡面的油脂 也就把它給逼出來了 少吃點這個雞油 雞油不是啥好東西 鍋中倒適量的料酒 雞多多倒一趟 開大火 開上鍋蓋 把水燒開 鍋已經開了 雞塊焯了一會兒 把裡面的這個油脂已經逼出來了 現在我把它送水撈出 真的家裡的鍋太小了 整滿滿的一鍋雞塊 這個雞湯裡面的油脂太多 我把它就倒掉不用了 焯好的雞塊 我再用溫水把它清洗一遍 焯雞塊之前是這麼一大盆 焯完了還是一大盆 這肉質是特別的美 焯過的雞塊 最好是用溫水清洗 用涼水的話 這個雞塊可能會收得更加緊 影響口感 讓它一直保持這個鬆弛狀態 雞塊已經再次清洗乾淨了 讓它空空水分 現在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燉焯要用到的香料 有桂皮 香葉 白芷 乾辣椒 花椒 大料 現在我再準備點配料 配料就很簡單 就是蔥薑蒜 蔥切成小段 把這個蔥粗多切一點 薑切成薑片 蒜就不用切了 整個的放進就可以了 將切好的蔥薑蒜和香料放到一起 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現在開始鐵鍋燉製 打散在家裡的大鐵鍋 鍋中倒適量的油 起鍋燒油 追蹤鐵鍋 導致性特別好 油溫已經差不多了 油溫五成熱 將香料和配料全部倒入鍋中 翻炒出香味 煸出香味後 倒入空乾水分的雞塊 大火翻炒 把他們全部炒勻 這個時候 在鍋裡加一袋香雞醬 這一袋是100克 全部倒到裡面 忘點這香雞醬 燉上的雞塊特別好吃 再來上兩大勺黃豆醬 將兩種醬全部炒勻 讓每個雞塊都蘸上這兩種醬料 好了 醬料已經炒勻了 現在在鍋中加適量的開水 開水的量就是摸過雞塊就可以了 黑哥這一壺水是1.8升 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 再把它攪和一下 再倒適量的生抽提鮮 再來點老臭打底色 現在先不放鹽 放鹽會使這個雞塊燉硬 把這個各種調料攪勻就可以了 先燉它個半個小時 好了 蓋上鍋蓋 先讓這個鐵鍋燒開 趁燉筋的功夫 我再準備點燉筋裡邊的配菜 配菜就是青紅椒和芹菜 芹菜切成段 切好的芹菜段 找碗備用 紅椒切成斜刀塊 這個紅椒也就是起一個配色的作用 看上去更加美觀 這種桶子椒切成滾刀塊 也和紅椒和芹菜放到壹起 好了 鍋已經開了 現在用勺子撇去這鍋裡的浮沫 鍋裡的浮沫已經撇乾淨了 現在我在鍋裡加適量的高度白酒 加這個白酒能起到一個壓心提香的作用 現在蓋上鍋蓋 轉中火 讓雞塊先孤度40分鐘 雞肉已經燉了40分鐘了 現在咱們看看效果 現在湯汁已經下去不少了 我拿鏟子再滑動滑動鍋底 所以沒有沾到鍋底了 這個時候在鍋中加兩勺鹽 咱們這個香脆醬和黃豆醬都有鹹味 鹽加上這麼兩勺就可以了 這是40分鐘以後才加的鹽 加鹽太早的話這個雞肉斷來會發硬 咱們這是這個土雞 土雞它的肉質是越燉越緊實 越好吃 早上它再多燉 要是一般的那種飼料雞 三黃雞的半個小時就搞定了 肉質也不鮮美 把這個鹽分攪勻以後 再次蓋上鍋蓋 讓它再燉上個20分鐘半個小時 又燉了20多分鐘 現在湯汁已經收的差不多了 現在把各種配菜倒入鍋中 拿鏟子攪和一下 火能看著轉的大一點 青紅椒和芹菜燉至斷生就可以關火出鍋了 大概有個四五十秒就OK 好了現在關火 香噴噴的鐵鍋燉雞就可以出鍋了 肉都燉爛了 想不好吃都難 醬香濃郁的鐵鍋燉雞就做好了 阿娜 看爸燉的這今兒怎麼樣 挺好的聞的就行 趕緊吃了 看這都脫了骨了 來這全是雞豚肉 這是雞翅 來吃 鹿味怎麼樣 對 媳婦點的這小紙盒 扔骨頭吃完就扔了 挺實用的 吃挺飽吃吃完給我好好學 聽見沒有 嗯 太過癮了 看這雞瓜 直接讓我全燉的已經全部入味了 骨頭邊上都是香的 特別的緊實 忍不住了先等一塊 嗯 我完完吃 爸 你做這個雞打餅的飯店裡面做的都好吃嗎 好吃啊 爸在那邊吃上幾回 爸就把他那個雞肉水就學回來了 爸就回做了 好吃你就多吃啊 兒子 吃個這雞爪子 行 這爪子大這麼大呢 今兒他大了爪子大了就大了 他長了小爪子那今兒他不是不平衡了嗎 軟不軟 脫骨了吧已經 入口即化了 這比那天做的雞爪怎麼樣 那天做的也好吃 嗯 就有點小 這大了他就兩個 吃完就沒了 咱讓你吃了行嗎 給我媽留一個嗎 對 那雞肉涼你那小子 嗯 玩玩就小 醬味十足 好吃下蛋的 鐵鍋燉雞 大家學會了沒有 這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裏 咱們下期再見 拜拜